伴随着CS-R222的顺利举行 各大厂商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可谓是接踵而至 然而作为新品发动机的OVIDIA 从未停止产品更新的脚步 又一次低调地发布了空气显卡 RTX3080 12GB 其不仅增加了显存规格 而且带来了不少性能提升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着极客机来看看吧 其实对于OVIDIA自身而言 受限于三星8nm的产能影响 30系显卡的核心依旧是处于缺货阶段 所以要想升级显卡增加显存容量 已经成了老黄展现刀法的专属技艺 但与之前RTX2060升级12GB显存不同的是 RTX3080的12GB版本 远不止增加显存容量这么简单 具体来看 RTX3080 12GB 仍然采用了三星8nm制程工艺 并基于了GA102核心打造 而这颗核心 也与目前RTX3090 3080Ti 3080所采用的核心一致 但其拥有了70个光追核心 8960个CUDA核心 并配备70组SM单元和280个张量内核 同时其也会在原有RTX3080的基础上 将显存容量从10GB GDDR6X 提升至12GB GDDR6X 而显存位宽也会从320bit变为384bit 基于这些改变 整卡的TDP功耗来到了350W 而在性能方面 如果要与10GB的RTX3080想比较的话 RTX3080 12GB 多了256个CUDA核心 两个光追核心和8个张量内核 所以性能预计将会无限接近于RTX3080Ti 这也就表明RTX3080 12GB完全可以当作是RTX3080的Super版本 至于价格方面 目前RTX3080 12GB的官方指导价是999美元起 约合人民币6357元 然而从电商平台的上架信息来看 各大版卡厂商的售价均在9000元以上 甚至部分还突破了1万元 看来又是一架和买不起系列 当然除了新显卡之外 AVDIA在DSR622上公布的全新技术 DLD-SR深度学习动态超分辨率技术 以近日正式上线 该技术相比目前的DSR而言 拥有更高更详细的分辨率 并可通过AI将当前结果渲染到显示器的分辨率中 以此来增强画面细节和提高图像质量 而根据AVDIA官方所展现的性能来看 在开启DLD-SR2.25倍效果时 即可获得与DSR4倍相当的效果 并且拥有更高的帧率表现实属不错 所以没钱买显卡的用户 不妨试一下这项功能 毕竟免费的性能提升不要白不要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的一键三连将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持续动力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克服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极客机 我们下期再见